王一迪呢是05年出胜 那么在之前的比赛中一直是作为替补换上场 今天在面对四川女排的比赛中 上海女排是把王一迪派上首发 我调整弓给了张红林 轻拍一个直线被防齐 竞丸锦的后三也是采用了一个清调 竞丸锦呢他确实是一名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将 弹网球这个网上针球被救了回来 给到张红林考诊工 上海女孩双人蓝网得分 这个异传直接失误 王一迪他的扣球高度是达到了3米06 那么他也是曾经入选过国少女排 异传半到位 还是给到四号位张红林 这个球是打了个捷键 但是打出了界外 一传到位 他有一个快攻 直接把球给送了回来 再次组织进攻 还是一个快攻 由高益将球拿下 高益呢他是从八一女排转会了来 他的身高也是达到了1米93 徐晓婷还是非常的信任高益 防返球 反击过程也是把球两次都给到他 现在发球是杨洁 给了一个前驱 张红林四号位进攻 被上海女排拦回 确实面对上海女排的这样一个王口端 打强攻的话 四号位如果被盯上 就很容易被拦回 但刚刚这个球是拦到了界外 这个球刚刚骑士二船没有配上 但是由高益轻派将球打中 场上比分为9比5 赢球1比5 赢球2比5 好高益 好的好的 看这个怎么办 赢球2 地船到位 直接进攻 配个快球 配有效 的栏回 再次机会球给到唐卫丹 打了一个2号位 打个斜线 被撑起 给到京阮锦 这个球想拐一个小斜线 也是把球打出了界外 这个球给到军阮景清掉一下 被有效的撑起 还是毁了一个轻拍 这一板球双方都打得有一些乱 最后还是军阮景的调整弓打到了界外 那么现在场上比分为9比7 一个弹网球一传到位配快攻给秦苏宇 这个球裁判应该是吹了触网 应该是过往击球 这个球打到了底线 直接发球得分 发球的是伤害女排的阿传徐晓婷 一传到位主持进攻 给较妙一伸打一个直线 比较妙一伸打到前排 确实进攻的火力会大很多 那么现在四川女排也是前排三点攻的状态 打一个前去也是有效破坏对方遗传 一个武功球给到四川女排机会 还是给了妙一文 好球 妙一文连续这两个进攻的落点都非常的聪明 这个直线的区域也是徐晓婷防守的地方 那么现在四川女排是将比分追了上来 场上比分为11比9 又是一个 这个球是打了一个前去 那么在双方的征求过程中上海女排出网 成了一的举手 好 成了一的举手 一的举手 插开了一堆 好 有 去哪里 好 有 有 有 各位 准备 来 准备以后 逐一个准备以后 保安 准备以后 主力准备以后 保安 准备以后 好 准备以后 好 准备每分 停了 停了 好 准备 双方 这个球由过境 看头得手了 好 准备 好 准备 那么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资产女排势连续追分 现在双方们跟持平 三天结束比赛继续 确实刚刚上海女排在防范球的过程中 一传不是特别的到位 那么自身的失误也有很多 今天上海女排派上的首发阵容 跟之前也有很多变动 主攻这边是将杨洁换上 剑影这边是换上了小将王英迪 这个球是上海女排的篮网 将球篮到了对方的界内 这边也发球 给了妙一文 这个一传还是不稳 先处理一下再次组织进攻 调整攻还是给到了妙一文 杨洁的调整攻被四川女排 稍微拦往篮下 那么在防范过程中可以看到 调整攻给到四号位的球都比较高 四川女排这边是两点换三点 那么在昨天对阵江苏女排的比赛中 也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战术 保证前排有三个进攻点 换上了剑影 九号台阶一 还有三号杨嘉宁 太原是第三实验中学女排 也是一场半道位调整攻 谭新一丝毫为进攻 被上海女排双篮往南回 确实上海女排这边的网口优势 就是要比四川女排的大很多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网口优势 其实进攻要打出来的话 还是要注意观察场上的情况 琴思雨这个球应该是想发四号位 但是发出了界外 那么现在场上比分为15比13 双方只有两分的分差 对于上海女排来说 这个应该是一个新 因为上海女排她可以换的人很多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新阵容 还是要再磨合 王一迪二号位进攻比上升起 直接一个二次球 再次把球给到王一迪 也非常的敢打 一个蜈蚣球过来 给到上海女排 还是很顽强的给王一迪啊 王一迪最后是二号位轻拍了一下 拍了一个小鞋现得手 那么对于这样有争议的球 四号女排也是请求了应援挑战 帮助裁判能够更公正的进行判法 挑战失败 那么这一分还是由上海女排拿下 还有一个前驱 还有一个快攻 也是直接将球垫过的王 再次组织进攻 回到张宏林 这个球是打手之后 变现落到了上海女排的界内 那么这应该也是张宏林 在四号位第一次强攻得手 麒麟 杜琯 ìììììять 打得好 好 好 加油 让杰发球 传到位 给他喵一文 打一个后三 黄威的防守非常不错 金阮景 金阮景的进攻 也是造成了对方的打手出见 金阮景他给我拿下 又是一个想法前驱 可惜没有过往 杨洁也是厂商的一名老将 94年出生 那么四川女排又是重新换回了 接引唐威丹 还有二船王雨晴 又是两点换三点 增强前排的进攻火力 一番到位 有点冲网 被有效地撑起 再次组织进攻 给到王一迪 好球 这个球打了一个长线 他在场上比分为22比15 他球的是高玉 他主攻位啊 这个也是想送个探头 最后由金阮景打了一个斜线 将球打中 可以看到金阮景 他在场上也是非常能够调动 其他队员的这样一个氛围 他场上掉的能力非常的好 也是发主攻 送一个探头给金阮景 这样 金阮景的探头 是上海光没有被拟牌 是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一船没有接好 这个球在一船接飞的情况下 二船没有把球接起来 这样四船女排的自虚 是送给了上海女排的分数 那么场上比分为25比15 上海女排1比0领先 好 这个球在后面 因为有三百一格的小时 成功能 属于水泳面先 我可以带来 有一船 你要给了描一点 你 你 可以带来 乖 人 我 这 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场上身着红色衣服的是上海女排 身着藏青色衣服的是四川女排 第二局由四川女排先发球 四川女排这边狼王手型没有跟上 是直接打手出键 是直接打手出键 他的进攻点还是在队伍中是比较强的 那么在第二局上海女排这边还是主攻 9号杨杰搭档10号金阮景 副攻队号高益搭档7号秦思雨 二传18号徐晓婷接应8号王一迪 自由人1号芒为一 四川女排机会球没有接好 是直接又送了一个武功球给上海女排 配了一个快球 这个球是高益进攻的时候把球打到界外 秦思雨进攻的时候把球打到界外 那么四川女排这边是主攻5号张红林 搭档12号妙依文 副攻1号陆文静 搭档6号王思佳 二传10号王雨晴接应7号唐威丹 自由人11号杨玉宁 现在场上比分为2比2 一传半到位 给到唐威丹 这个球点到 给到杨洁的调整弓被打手出界 杨洁的身高也是达到了运离9四 一传半到位 但是给了唐威丹 打了一个直线 被有效撑起 上海女排武功球给到四川女排机会 配了一个快攻 由陆文静将球打中 对于这个快攻的防守上海女排的防守队员都站得有些靠前 双方也是对于这个球相互让了一下 双方也是对这个球相互让了一下 王依迪打一个斜线将球打中 王依迪今天在场上的比赛状态很不错 也是二号位的进攻 在第一局比赛中是连续下球 上海女排这边的进攻线路比四川女排要多 这个球也是过往之后下沉 简单到一纹 想打一个腰线 但是也是差了一点 打出了界外 这个球发前驱 配了快攻 但是被有效撑起 上海女排高益轻调一下 现在给到的是庞威丹 也是还了一个轻调 给到王依迪的原地进攻 但是被四川女排双南网 将球来回 那么这也是一个暴露性进攻 上海女排他们各队员的打法都很鲜明 所以对于二船徐晓婷来说 需要积极地去调动各个攻守 这个球弹网球 取得不错 打了一个跑动 这个球原本是落到界外 但是落到高一的身上 到中央火 队去 还易 难不错 队去 杨洛 就在无论 到底有在中央前面 和出过路 高六 肯定闻 成 problemas 肯定闻 非常漂亮 好球 宇传到位 主持进攻 还有一个快速 被拦回 那么上台女排双篮网得分 四川女排这边的复攻线一直是 没有打出来 金丸锦这个判断能力也非常的强 发前驱 给到张鸿林四号位 打一个斜线 王威的取位不错 给到金丸锦一个防反球 还是给到张鸿林 造成了上海女排的打手出键 那么在防反过程中可以看到 四川女排这边是一直是 给四号位进攻 不稳定发球 宇传直接接飞了 也是一个武功球 给到四川女排机会 想给个二次 了解这个防守反应很快 最后由金丸锦打了一个斜线 是一个小匹 大队的数码 在这边的大队的高位 我们把三个小区的大队的 专业的大队的大队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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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到位 组织进攻 把喵一文打一个后二 将球打中 打到腰线 喵一文他在四传女排 是主攻坚硬都能打 所以他的二号位进攻 也是非常的下球 那么喵一文他 在排球方面也是很有天分 他在高二的时候才进入了专业队 那么到现在已经成为了 上海女排的主要得分点 刚刚这个球由金阮景 四号位小斜线将球打中 金阮景 他在场上还是非常下球的 十条停发球 一传半到位 随到唐卫丹 轻调一下 喵一的跑动很快 这球是被四传女排 双人篮网来回 然后云发球 调整宫给到金阮景 有点扎网这个球 现在场上比分为十一比八 金阮景发球 云团到位 配鱼快攻 还是秦思宇的单人篮网 将球篮下 四传女排这边 今天的复攻线 真的是一直没有打出来 也是一个发前区 妙一文自接自扣 被有效撑奇 再次组织进攻 还是给妙一文打了一个长线 一个武功球给到杨洁 再次组织进攻 现在给到二号位 唐威丹 还是被上海女排有效撑奇 最后杨洁打了一个直线 打到了底线 将球打中 上海女排 上海女排今天的场上状态 非常的活跃 场上比分目前为十三比八 上海女排领先五分 进转紧发球 一传到位 还是给了妙一文打了一个斜线 妙一文今天确实也是承担了四传女排的主要得分任务 一传到位 杨洁的一个调整攻 四川女排机会给到唐威丹 轻调一下 再次调整给杨洁 这个球有点渣王 但是四川女排的防守过程中 没有把第一个球接好 是直接失误 一旦到位 还是给他妙一闻 这个球点开网 先轻拍过渡一下 给他王一迪 王一迪是 把球打到了 队员 对方篮网队员的手上 造成了球的变现 落入了对方界内 一旦到位 组织进攻 给要唐威丹 送一个探头给妙一闻 直接告二四搜得分 一船到位 组织进攻 还是给王一迪 打了一个斜线 将球打中 王一迪确实 今天作为主力上场 他的表现非常的亮眼 很敢打 也非常的下球 他的身高 王一迪的身高 是一米八八 刚刚也是一颗复攻陆文静 将这个分篮树拿下 直传到位 一个跑动进攻 轻掉了下背来回 再一次组织进攻给到杨洁 打了条小斜线 被直接把球接了回来 还是一个跑动进攻 由高益打了一个斜线 将球打中 他前驱 一船搬到位 给到张红林 打一个斜线 王一这个区位不错 给到金丸锦 被有效撑起 再次组织进攻 然后连续 抓掉一下 这个球没有配上 继续给到上海一排机会 还是给到金丸锦 打了一个斜线 将球打中 可以看出 徐晓婷非常的信任金丸锦 在调整宫中都是一局给到四号位 那么四川一排是在连续十分之后 请求了本局比赛的第一次暂停 场上比分为十八比十二 在那儿嘛 就在你面前 正常打你的身 哪儿看得到你啊 对不对嘛 不要乱 二三位 正常里边 光给四号 现在 现在 注意力都在四号 好 来来来 不要乱 四川女孩教练 叶文 这边也是跟二传人强调了 组织进攻要更加灵活一些 确实如果只给四号位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的篮网队员给盯上 发前区 会有效撑起 组织进攻给到叶文二号位 又是一个跑动进攻 给他高益 没配上 轻掉一下 这次有张红霖 打了一个掩护 张红霖斜线将球打中 四川女孩现在也是选择换人发球 换上了十三号江轩摇 一传到位 也是个跑动进攻 再次组织进攻 朝着宫给到了金阮锦 这个球被拦回 四川女孩双人拦网得分 十四川女孩双人拦回 这次防返球的组织进攻中 也是一个二四号位的交互给 那么刚刚给到高益的球 其实有点偏高 一传半到位 调整攻凉 竟然紧 好球 这个球是碰到南网队员的指尖 直接造成了球的变现 场上比分为19比14 发球的是高益 一传半到位 给到张红霖 还是上海女排的双人拦网 得分 上海女排现在也是对于 四川女排的四号位进攻 他们拦网队员也是早有准备 发主攻这个球 一个调整攻还是给了妙一文 就是上海女排南网得分 由金婉锦和秦思雨南网得分 四川女排现在是处于一个进攻受阻的状态 确实往口优势方面 如果不强的话 真的是要把强攻点打出来 打的线路要更加的多变一些 还是给妙一文清调一下 这个球处理的就非常聪明了 妙一文现在也是打掉结合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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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女排现在是前排三点攻 要唐威丹 这个球也是被上海女排往来回 上海女排现在的进攻点确实要做出调整 因为确实无论是二号位还是四号位的进攻 都非常容易的被上海女排来回 当然上海女排也是具备这样的往口优势 比较有点冲了 先处理一下 再次主持进攻给到金兰井 这个球是打到了两网队员的结合处 直接造成球的变现出键 比传有点冲 比较常位单处理一下 轻掉一下再次进攻 给到金兰井 这个球也是被四川女排拦回 但是没有拦死 再次给到四川女排机会 还是给到张宏林 打了一个长线 调整攻还是给到金兰井 双方来回球非常的顽强 再次给到张宏林 那么也是张宏林的强攻 穿过蓝王手得分 各位咪咕视频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咪咕视频为您带来的 2021-2赛季 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第一组第十轮的比赛 由上海光明优备女排对阵四川女排 现在进行的是第三局比赛 那么在前两局比赛中 上海女排分别是以25比15 25比16 以2比0 打比分领先于四川女排 现在场上先发球的是上海女排 好球王一迪是二号位进攻打到了底线 王一迪他今天的表现非常的令人亮眼 虽然是一名年轻小将 但是他在场上的进攻非常的果断 那么可以看到第三局比赛中 双方派出的阵容没有很大的变化 上海女排这边是主攻9号杨洁 搭档10号金阮景 副攻是6号高益 搭档7号秦思雨 二川是18号徐晓婷 接应是8号王英迪 自由人1号王维一 四川女排的也是 是连袭了上一局的主力阵容 主攻是5号张宏林 搭档12号喵依文 出攻1号陆文静 搭档6号王兮佳 二川10号王雨晴 接应7号唐威丹 自由人11号王杨玉宁 刚刚这一球是由上海女排双日男王得分 那么在第三局的刚开局 上海女排就获得了3比0的领先 由徐晓婷发球 一转到位 给到唐威丹 这个球被有效撑起 逃反球给到新环锦 打了一个小斜线 不要以为现在也是 自己调整啊 给到王一迪 好球 这个球打了一个直线 王一迪他不仅敢打 他进攻的线比很多 第二号未进攻的时候 能打斜线 能打长线 也能打直线 那么在刚开局4比0 被落后的情况下 四川一排是请求了 第三局的第一个暂停 教练也是 在连续落后的情况下 想调整一下队员的状态 大白黑啊 你们的这个是黑的啊 四川快攻四号位二号位 又四号位快攻二号位 自己老口清楚一点 说的话 你一定不教话 教话是偷了二传统 那么 四川女排教练 主要还是 在对二传进行这样 针对性的补方 确实在今年四川女排 她的整个阵容来说 二传是最大的变化 她的前主的二传王晨 现在是转会 这个深圳中山女排 那么在之前的比赛中 其实一直是派上的是 队长三考梁嘉宁 那么现在派上的也是 一名非常年轻的小将 02年出生的王雨晴 还有一个快攻 这个球是由六号王思架 快攻将球打中 一传到位 四川女排 这边一传不到位 直接送给了上海 四川女排这边一传不到位 直接送给了上海 女排一个探头 发前去啊 给到唐威丹也是轻调一下 这个调球高度有点高 那么也是杨洁一个斜线将球打中 唐威丹的身高只有一米 一米八三 进转紧发球 一场慢到位 调整球给到喵一文 王威的取位不错 这球有点渣网 先轻调过渡一下 还是给到唐威丹 最后由秦思雨的快攻将球拿下 场上比分目前为八比一 上海女排是连续得分 连得四分 它是个发前去的球 又是一个发前去的球 又要投尾单 非常顽强 上海女排 王威的一个调整弓 但这个球是调整弓过程中打到了界外 四川女排现在还是两点快三点 想增强前排的进攻 那么也是通过上海女排的自私 四川女排拿下了本局比赛的第二分 杨嘉宁发球 一拳到位 组织进攻 打了一个交叉 由杨洁将球打中 一拳到位 这个球是直接弹网 场上比分目前为11比4 那么王英迪在本场比赛的发球还是 威力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上海女排现在是选择了换人 换上了欧阳希希 欧阳希希在之前的比赛中打的一直是接应的位置 那么他在之前的比赛也打过主攻的位置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位置 选择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一拳还是有点扎网 这个球是复工弹网 没有过往 那么四川女排也是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大家清楚 仔细点啊 真的叫什么 你们还得适应一下这个机会啊 每个人仔细点都动一下 就这样打比赛就是够收衣服 战情结束比赛继续 四川女排这边还是要减少自身的失误 打得ust 什么呀 会个快攻 那么是由四川女排的1号路文靖 Can 把球打中 四川女排的1号路文静将球打中 这个球欧阳西西是自接自扣 被拦回再次一个圆地的调整弓 防守得非常顽强 再次组织进攻给了高益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打了一个底线 高益快球将球打中 欧阳西西在本赛季的比赛中 发挥一直都很稳定 他之前是在拜一排 两标一文 这个给的后排球有点矮 先处理一下 进完紧轻掉一下 一个武功球 再次给到上海一排机会 高益的快球 打了一个斜线 王威的取位 不错 还是给到金蓝锦 球球是打手之后落到了上海女排的界外 现在发球的是四川女排 谭新一 到位 打一个交叉 由金蓝锦小斜线将球打中 一船半到位 给到妙一纹 打了一个长线 被有效撑起 好球 琴思雨复工轻调得手 轻调的边线 打到一层 我们打到一层线 打来不能自己让你去 我们大家 打到一层线 打人 打到一层线 打得一层线 武俊荣 一划试上队 打到一层线 一船直接接飞 那么刚刚发球的是高益 场上比分为17比6 那么两队之间的分差还是有些大 一船变到位调整弓 这个球有点开网 再次给了妙一文轻拍一下 打得非常的聪明 没有强攻而是轻拍空档 关键的时候 妙一文还是能够承担主要的进攻任务 学校停发球 一船到位组织进攻 给到妙一文 好球 妙一文今天他比赛的进攻点是 很全面 24号位有后攻也有 他的进攻也很有爆发力 二船到位 这个球是 由四川女排篮往 篮到了上海女排的阶内 一传到位 给到金阮景 好球 金阮景是自接自扣 金阮景也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经济状态 好发球 金阮景发球 还是一传没有接好一个五公球给到上海女排机会 那么现在场上比分是21比9 由秦思雨快球将球打中 一传是直接接飞 那么金阮景是三个高质量八球破坏了四川女排这边的一传 好发球啊 四个连续发球 好 四川女排这边是否也需要去讨整一下金阮传的站位 那四川女排现在应该是已经用完了再停机会 就是过往之后下沉 这个也是一传没接好直接过往 裁判是吹了上海女排这边二次 现在场上比分为23比10 一传没有接好 给到欧阳西西调整弓 给来回再次组织进攻 还是给到欧阳西西 防守非常的顽强 最后打了一个长线 四川女排给了妙一文 打一条长线被防起 给到王英迪 这个取位很不错 双方的防守都非常顽强 那么最终是依靠王英迪的自尖一传 然后原地进攻 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上海女排这边是换上了仲慧 中慧在之前比赛中一直是打的主攻的位置 那么现在也是在最后一分冲一冲 换人发球 确实刚竟然紧的连续几个高质量发球 有效冲击对方的一传 一个跳发 一传接得不错 主持进攻给了妙一文 被上海女排双人拦网难回 这样依靠上海女排的拦网得分 上海女排是以3比0大比分领先 拿下了本场比赛 那么本场比赛